今天我们来到油明洋设计师所设计的空间 不管什么样的屋况 油设计师总能够缜密地把各种生活技能 妥善地配置在有限的空间里 帮屋主全面考量提供一个周全的方案 这个案子的屋主它是三代同堂 它们长期来往于两岸之间 这里只是它回来台湾的时候住的地方 屋主有很多忠实的收藏 但是它又很喜欢一些前卫的设计 所以我们在空间的规划上 我们带一些木皮的东西 也带入了灰色调的东西 让整个屋子充满了中式的感觉 也有一些前卫现代的味道 因为屋主看过我们之前的案子很喜欢 所以这个案子就全权委托给我们 那中间它也没有参与太多的意见 那我们在中间的过程中 也是用通讯软件在联络而已 总共见面才五次 最后它回来眼熟就像菜礼物一般的惊喜 一进到室内的时候 我有发现你的天花造型师六角形 一般来说正常都是正方形的格局 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这是两个方向来讲 因为一个是它有很多的小梁 我想办法把梁修掉 再来呼应了它喜欢中式的风格 我就带了一些六角窗花的造型 到天花板 然后包含我们玄关的鞋柜 又有一些切角 然后还有我们的吧台又有一些切角 都是呼应这个造型 甚至我们的客房地板 它也是跟着一个切角的造型 然后延续到电视墙这边来 然后玄关你看玄关一个小东西 它是挂钥匙 也是一个六角窗的一个钥匙 所以今天里面最多就是很多六角形 跟几何的概念的一个营作 那像我其实发现在玄关的部分 除了用六角形之外呢 你是用半穿透的这个概念 对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实的柜体 我觉得太厚重 是 所以我把它有一些做悬浮的概念 还有一些穿透的效果 那包含我下面也有做了很多功能 看它的柜子是三个面可以用 那下面有一个穿鞋椅 它可以拉出来用 它里面可以收纳 我在另外一边还设计了一个 可以挂雨伞的地方 所以小小的一个玄关 它机能性是蛮强的 而且听说屋主它常年都在大陆 所以它家非常的大 很开阔 很大 所以你在这边的电视主墙 就是做穿透的吧 对 我就想要说让它 虽然这个房子被它显小 可是我想让它进来看到 这样还显小 我让它进来看到 整个是宽阔的 让它能感受至少是大的 对 所以我把这个视觉上穿透 尽量做到极致 让它可以看得到书房 可以看得到餐厅 所有的空间是一贯的 其实它原本是有四间房间 但是它们用不到 它们只用到三间房间 对 所以我把一间房间做成客房 是 然后是做半穿透性的 那我包含它的房门 我是用指纹的玻璃 它是可以透光 但是看不太到里面的 隐私性也有 可是 你说可以当客房喔 是啊 可是这上面是空的耶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躺在下面看不到 站起来看到外面 这也是你的想法之一吗 其实这是有玄机的 你看它这是空的 你想想看一般穿透性的隔间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它隔起来 一般来讲 大部分都是玻璃 不然就是窗帘吧 对 一般是用玻璃或窗帘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 这个没有机能性 第二个 它的隔音效果不会太好 是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升降的柜子 让它是可以升起来 变成一个隔间的 升降柜子喔 是啊 所以你一直说 如果我们要变成一个密闭的空间 就把柜子升起来 对 可是那这样再重OK吗 它可以的 它是用特殊的游厅五斤 所以它每一柜的承受至少五十公斤以上 你都可以坐在上面 对我刚好五十公斤 所以这柜子里面 其实还有做一些收纳的设计 是 它可以放书啊 放它要的东西都可以 哇真的很贴心耶 太强大了 我第一次看到 而且除了这个之外 听说你在每一个房间 都做了一个冬天可以使用的贴心装置 对 因为它四个房间地板都有洞 所以我们可以加入地轮 它在国外跟大陆很习惯用这个地轮 所以我们在这里 也帮它设置地轮的作用 哇 这真的是很细微的一个设计耶 而且其实你说屋主也不常在台湾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们真的是很信任你 那你会提供一些比较专业的资讯 让他们住起来就是更舒服 我想这就是你们设计师专业的地方 是的 沿着斜角开口来到餐厅空间 天花板修良的手法敢以建层式的上升 让视觉也顺着拉高 搭配灯带设计注入更多的时尚感 接着进到私领域 三间卧房各有不同的需求和风格 完全出乎你的想象哦 因为是三代同堂 所以你把他们规划了双主卧 可是刚才我去了爷爷房间看一下 你刚才跟我说他六七十岁了对不对 可是他的房间很新潮耶 对 他虽然是一个六七十岁的阿公了 但是因为他可能是场运动的关系 其实看起来很年轻 而且他想法非常的前卫 他一直也找了我们很多 比如说灰色系那种很时尚很现代的照片给我们看 那所以我们就跟他做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清水膜处理的墙面 是 那包含我们在他的系统柜 我们也配灰色跟他的清水膜呼应的 哦 那是系统柜哦 对 诶 那质感很好耶 对啊 然后我们包含他旁边有个门片 我们也是就上了清水膜 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更衣室 而且你还有做了LED的灯带对不对 对 我们那个灯带是 让空间整个光线的感觉 是有层次的在不同高度出来 然后也让他整个感觉是更前卫更时尚 这是爷爷的房间 那接下来就是这一间了 我刚才以为这一间是小孩的房间耶 结果你刚刚跟我说 不是是年薪夫妻的房间 是 就是三代中的第二代夫妻 那他们大概三十出头睡 除了他们年轻以外 他们小朋友也刚生 所以会跟他们一起睡 所以我们看我们这墙面的颜色 我们是用比较鲜艳的颜色 比较亮的颜色 是 来呼应他们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包含你看这墙面的钩缝 这斜角的钩缝 我们是用铜条去带的 比较特殊 然后包含这个门片 这边有个门片是更衣室的入口 还有隐藏一个更衣室 是 这里面也有个完整更衣室 而且我发现你这个柜体 跟整个空间的感觉很match 对 其实它这也是系统柜 也是系统柜 对 只是我们挑的是特殊的 像它的表面是看起来皮革造型的 喔 做得很细耶 而且除了这个柜体之外 我还很喜欢这个卧榻 造型卧榻整个感觉非常的活泼 对 这个卧榻 它除了造型美 功能上也非常好用 有声有情 嗯 再来还有一个玄妙属的罗马铁 没有啊 就是一个卧榻 它其实它下面是可以拉出来 一个很大的空间 这个是半圆的地方 所以这整个可以拉出来吗 对 里面可以做很多的收纳 哇 真的很令人印象不到的设计耶 那小孩房呢 那小孩房啊 它其实本来有一根很低的量 那为了让整个空间不要拉平 整个降低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讲量 然后营造出小木屋的感觉 那包含旁边的系统柜 我们是搭配这样小木屋的这种风格 然后看起来是很一致的 然后我们挑的包含它的上下铺 小朋友的上下铺 也是小木屋的感觉 哇 其实我觉得今天一整个空间看起来 我真的觉得有设计师你非常的细心 也非常的周到 难怪屋主愿意全全把这个屋子交给你 周密地把各种生活技能 妥善地配置在空间里 游民洋设计师运用巧思 让每个设计都有1加1大于2的功能使用 全盘规划的深厚功力 让屋主拆开这个新家的礼物时 相当开心满意哦 想欣赏更多游民洋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